请看这个分数的连程和连除 那分数的连程跟连除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看旁边的笔记栏 当你遇到一个整数的惩罚或除法的时候 请你记得先算符号 然后再算数字 符号怎么处理 符号是这样 正正得正 复复也得正 两个正的相成或相除得到正的 两个复的呢 相成或相除得到也是正的 那如果是一正一复呢 正复得复 复正得复 问题来了 当你遇到连程或连除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复号 那你怎么处理呢 请看最后一个 复复得正 这个相当于是呢 两个复号呢 好像可以把它抵消 正的就不用管它 遇到两个复号就变成正 遇到两个复号就可以把它抵消就对了 但是记得 先算符号 再算数字 我们回到题目来看 这个题目叫做 负六分之五 这边一个负 除以负八分之一 除以负五分之三 好咯 两个复号呢 好像可以把它抵消 负负得正 最后就得到剩下一个负 那所以呢 这个整个算出来 就会是负的 负的多少呢 六分之五 除以八分之一 再除以五分之三 好咯 这是一个连除 连除怎么处理呢 老师在旁边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当你遇到连除 或者很多成 除混合的时候 反正你就全部改成连成来做就对了 所以这个题目呢 六分之五除以八分之一 除以五分之三 全部把它改成连成来做 这样就对了 所以呢 请看一下 首先看除以八分之一 把除改成成 后面呢 乘以它的导数 分子分母颠倒 一分之八 再来还有一个除 把它改成成 五分之三的导数 把分子分母颠倒 三分之五 其他还没有算的呢 都一律照超 所以变成 负的六分之五 乘以一分之八 乘以三分之五 这时候呢 如果遇到可以约分的呢 就把它约掉 这时候呢 同学看到这个六 跟这个八 一个在分母 一个在分子 它都是二的倍数 可以用二来约分 六除以二 三 八除以二 四 好了 约完了之后 这时候呢 把分母呢 通通乘起来 分子通通乘起来 所以变成是 负的三乘以一乘以三 这是分母 分子叫五乘以四乘以五 所以呢 等于 负的 分母算出来 三一三 三三九 分子算出来 五四二十 二十乘以五 等于一百 所以这个题目呢 最后的答案就是 负九分之一百 我们到了国中呢 可以接受 假分数这个答案 可以不用把它改成 代分数 答案就写 负九分之一百 就可以了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您 帮助